很多人来英国读书总是盯着学校的世界排名 殊不知 有些调出全球前长排名的学校 在某些专业上却是世界级的大牛 今天就从专业课的角度 来跟大家唠一唠英国的十大商学院 首先在这里要做个科普 对于全世界的商科院校而言 目前国际上存在三大权威认证 是由三个最古老也最极有影响力的商学院认证协会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工商管理硕士协会和国际商学院协会共同组成 到目前为止 全球只有73所商学院备受于三大认证 然后我们进入正题 十大商学院之首 伦敦商学院 这是一所国际化商学院 为伦敦大学的两个研究生院之一 不提供本科教学 只提供金融和管理学方向的研究生课程 坐落于伦敦市中心 仅靠摄政公园 伦敦商学院历来被认为是欧洲第一商学院 同时在商学院中也是全球Top10 十大商学院之二 赛德商学院 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成立于1996年 作为拥有800年历史 牛津大学的官方商学院 赛德商学院虽然年仅20岁 在古老的牛津大学中自历上前 但它却被哈佛商业评论 以为欧洲发展最快的商学院 在此前的欧洲商学院排名中 赛德商学院排名欧洲第11 英国第2 十大商学院之三 剑桥甲级商学院 这是英国剑桥大学体下的商学院 成立于1990年 其命名是源自于学院的主要赞助者 英国金融家与教育家 保罗甲级爵士 在学术成就上 佳吉商学院的MBA课 曾在英国乃至于国际排名中间 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剑桥大学的商学院 成立的时间比较短 属于先生力量 尽管有剑桥大学的金子招牌 目前雄居世界商学院第10名 但因太短的历史 校有年轻数量少 做出的成就肯定没有老牌商学院多 暂时并没有得到业内的广泛认可 十大商学院之四 帝国理工商学院 帝国理工商学院又名田中商学院 这是一所教学与研究水平 巨佳的商学院 在整个英国乃至世界上 都很有名望 以研究为先导的该院 为社会上的公司企业 培养了无数优秀的管理人才 并且一直与国内外的知名企业 机构保持良好的工作联系 伦敦帝国理工大学商学院的 大多数教师都担任大型社团 投资银行 公司 国营企业等的顾问 他们可以给学生传授 非常实用的商学知识 十大商学院之五 华为商学院 还记得咱们前面说的 国际上存在的三大权威认证吗 华为商学院是英国第一家 获得三重认证的商学院 这是一所年轻但实力卓越的 国际化商学院 华为商学院被誉为 英国最顶尖的商学院之一 MBA单学科近几年 在各大排名中 稳居英国前五名 十大商学院之六 卡斯商学院 成立于1966年 是伦敦城市大学的一部分 学院坐落于英国伦敦金融城中心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于2003年特别位学院的 新校址节目 此外 学校还在伦敦金融城 Elders Gate 与阿联酋迪拜 设有EMBA项目中心 十大商学院之七 亨利商学院 雷丁大学亨利商学院 建立于1945年 是英国最早成立的商学院 也是全欧洲最古老 最受推崇的商学院之一 该学院连年在 金融时报中排名前五十 并同样获得三大权威认证 拥有全欧洲最大规模的 仿真交易式 是当之无愧 英国商科元老级的存在 十大商学院之八 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 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 也是英国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 2014年 英国研究卓越框架 结果显示 曼彻斯特商学院 在商业与管理学领域的 研究力量位居全英第二 十大商学院之九 亚当斯密商学院 该学院创立于1453年 以校友经济学之父 亚当斯密命名 隶属于格拉斯哥大学 是英国第二大商学院 同样拥有三项商学院认证资格 学院下设四大专业分支 会计金融 经济学 商务和管理 其中管理专业 更是它历史最悠久 课程设置最全面 实用性最强的专业之一 十大商学院之十 八四大学管理学院 该学院建立于1966年 有两项权威认证机构认证 这所商学院的会计金融专业 全英排名第一 学院学生满一度全英第一 在业界有极高的声誉 每年都有大量本科毕业生 中一哪一锁呢 在评论区打出来吧